- 最好的人都會遭受到創作的 -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 全台灣不 全世界未開箱的 - 沒想到我竟然能跟ICS首度第一次合作 - 在這邊的話要再感謝你們 - 他寄來的東西包含送我一些小紀念品 - 一張帽子 - 他們自己製作的魔術頭巾 - 他附了一張小單子 一個通槍條 這是它的多點彈甲 這裡面的話有附一個電子板機的替換東西 我這把槍其實拿起來真的蠻重的耶 這個前面他們有這個紅頭 打開的話基本上這個沒有紅頭 畢竟是賣給台灣的 我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ICS的MP5 它的型號是 ICS21253 這個槍托叫做SF 狙擊折疊後托 你不要小看這個功能性 它的功能性可大了 它可以調整三段貼三板的高度 四段伸縮功能 折疊後大幅減短長度 它可以這樣子變成一個 更短小精幹的衝鋒槍 這樣的話你可以在CQB當中裡面 自由的伸縮移動 如果你要收回去的話就是用力 往後拍 這邊 有個小按鈕圓圈圈的 按折 往下拉 就OK了 按折 就可以往前收了 他們今年特別推出的是 CESP 導入最新電子二代板機 與短形成板機 有獨立的三連發射選 讓射擊切換更快 另外它採用了真槍相同的鋼板充壓槍聲 你們有看到這一條嗎 他們這邊是用魚鋁焊接技術把它焊起來的 焊得非常非常漂亮 他們這個產品已經跟真槍等級 強的耐用度一模一樣了 你們看一下這個上半身的槍聲 我這是磁鐵對不對 這個是可以吸起來的 所以它重也是有重的原因 這邊也可以 如果你們想調Hop的話要從哪邊調呢 首先你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個槍擊拉柄 往後拉 往上 它這邊是又可以卡著 轉到另外一邊 有沒有看到黑黑的 這黑黑的下面 最下面 它這個是 往前 跟 往後 如果你們要裝瞄具的話 一定要先去買一個 NB5的 進角魚骨 這邊的話是分離式純箱 只不過我在這邊的話不先拆除了 它這產品是純新的 所以差效非常緊 我會用圖片顯示給你們看 這支槍最特別的賣點就是 搭載自家的電子板機系統 SSS2代電子板機 可以達成更高的性能需求 除了一般單發、連發以外 以及敏感的Print Calking活塞預拉 更是高端電槍趨勢 三點方讓你有效壓制敵人 同時也能節省彈藥 那什麼是Print Calking呢? 活塞預拉過名思義就是 在擊發前將活塞固定在後 當後下板機瞬間完成射擊動作 相較傳統電槍通電後 才轉動齒輪準備射擊 擁有更高的反應力 在手感以及精準度都有相大的提升 再來要怎麼開啟活塞預拉功能呢? 到時候你們買到這把槍的話 會有副說明書 所以你們就一步一步來操作就OK了 低電壓警示是我認為非常實用的功能 一般玩家都會使用鋰電池作為動力 活動中我們會往往忽略電量 而過度放電正是鋰電池的致命傷 輕則電池損壞,重則爆炸傷人 此時警示功能會發揮很大的作用 提醒我什麼時候該換電池 讓我打生存無往不利 不會遇到打一打沒電的困境 自我檢測功能也是一大兩點 透過它可以知道槍哪裡出過的問題 在維修保養也是相對方便 以上是ICS電子板機最有特色的功能 如果想看更詳細的介紹 請到這位大哥的頻道 這是我認為全台灣最有技術的玩家之一 這邊的話我們要裝電池 只不過我要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不要裝這種電池 因為這種電池太大顆了 如果要裝這種電池的話 你要買這種三胞胎電池 或是那種草方形的一顆電池 丟腳板手要自己自備 因為它裡面沒有附丟腳板手 拆除丟腳板手的話 基本上我就不用多說了 你們有玩槍的話都知道怎麼拆除吧 OK 我們把這邊拆除之後 你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裡用力往前壓 這樣子往後搬 就可以拔出來了 它這個地方的話就是這個 它剛才那個塑膠袋裡面的 如果你這個燒掉或壞掉的話 就可以直接拔下來 這裡有兩個替換的東西 把它拆上去就可以使用了 建議一下不要買其他牌子來擦 ICS的MP5彈夾 目前的話它們沒有出無聲彈夾 只出多元彈夾 OK 那我們就來去開槍實測一次 MP5的性能到底多好用 OK 觀眾 Let's go OK 我們現在來到我家的樓上 現在的話我們就來先填彈一下 這個填彈孔非常非常小 如果你要填彈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要把BB彈全部掉出來 這個多元彈夾的話 應該大約可以填200多發左右 那我們就來先來測試一下出速 基本上我家沒有0.2的BB彈 我現在用0.3的BB彈來測出速 用0.3的BB彈來測的話 大部分都是在90隻左右 剛剛我們測完出速 我們現在就要打那邊的BUFF 我們現在來調3.8 他們如果設計無聲彈夾的話 我一定會買很多無聲彈夾 只不過他們沒有設計無聲彈夾 有點可惜喔 再來我們來試試看做一個全自動看看 還沒調的時候 你們看一下 子彈都是往上飛 剛剛我們已經稍微小調一下 子彈都是部分都在這一區域 這個槍的話 還沒有調的非常非常準 所以這只是先單純給你們看一下 剛剛的子彈的流暢度 以及射出去的感覺 整體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們做的東西算蠻棒的 你們有看到這個彈夾喔 你們看一下 他這邊彈夾會荒 是因為下槍身做法是鋼板重壓 故會有攻殘 槍箱裡面沒有附右腳板手 就是一個小缺點而已 為什麼這個槍箱沒有說明書呢 因為我這次全球手P的NP販 還沒附上說明書 上市之後你們購買一定會有的 這支ICS的電槍 具備了釋放彈簧的幾個 就算手邊沒有電池 也能透過小工具 將彈簧釋放 避免長期壓縮下 造成批發問題 他這個膠殼拔 也可以不用拔 握起來的話 會有那種抓力力的感覺 如果你把它拔掉的話 他這邊的話 是非常非常的光滑 再來這邊魚骨 他這邊的話也可以放 紅外線啊 槍燈 或是你的攝影機鏡頭 你可以照你自己 這邊把它轉開 他這邊就有這個 可以裝什麼發光器 或是你的免疫器都可以裝 很多人會疑問說 如果上市的話 這把槍枝到底多少錢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把槍枝在台灣售價是 10900塊 沒錯 10900塊 他這邊打造的東西都是 CP值得非常非常高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買到的話 就是賺到 因為這個東西跟真槍 1比1差不多的規格 另外一款MP5的話 它是另外規格的 只不過 價錢是一模一樣的 這部影片的話 我們是單純測試開箱 以及射擊的性能 下一部影片的話 我會帶這把槍枝下場打 然後你們就也看到 這把槍枝射擊的性能 以及它的機動性 感謝你們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訂閱加分享 別忘記按鈴鐺 小鈴鐺 我是Kox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base 每幾四分 Vou X 好 這 咱시는 MING 訝 詞